韩剧《我的解放日记》终于收官了 但是博主对他的喜爱之情久久不能散去 这部现象级的韩剧开创了两个历史 第一点是这部韩剧应该不会被翻拍 因为它的哲学高度很难被成功翻拍 剧先生和美珍是真正的在谈恋爱 而不是在用身体去交换 第二点他用纪录片的形式 娓娓到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情感 这种以纪录片风格讲述的电视剧 也为电视剧行业开创了一段先河 并受到世界观众的集体喜爱 另外说一点演员金志源的耳朵和耳阔特别大 这意味着他之后的资源会越来越好 他是一个可以在影视圈跑马拉松的演员 今天博主就带大家一起来深挖一下 关于这部剧的Happy Adding的结局的十个暗喻 我一一总结后分享给大家 第一点美珍和剧先生刚刚相识的时候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喝冰水吃冰激凌 但是在十四级重逢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他们吃的都是热食 饭卷 露串 小火锅 那么由冰到热的这个过程呢 也是他爱情进展的方向 那么这一点你们看懂了吗 第二点美珍在山普老家每晚睡觉的时候 你会发现美珍是在地板上打地铺 她的姐姐是睡在床铺上的 但是美珍是睡在地上的 那么我们发现在第十四集 她和剧先生重逢之后呢 那么美珍和剧先生躺在了剧先生家的双人床上 那么由地板到床上的这个小小的转变 其实也是编剧和导演的良苦用心 因为在美珍交往的所有人中 只有剧先生是真正崇拜过她的人 也是真正尊重她并且想要保护她的人 第三点我们发现两个人追大雁的这个背景呢 后面是辽阔的山景 那么我们往下看 在第十四集 两人在拱桥重逢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拱桥的背景 其实你拿掉高楼之后 那么它辽阔的山景背景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两个人一定会重逢 那么追大雁呢 其实是两人在山谱时候感情的最高潮 那么拱桥的重逢呢 其实也意味着一个好的结局 在这里科普一个小知识 拱桥其实是电影镜头中 描述感情甜蜜戏的一个必备的场景 其实拱桥的出现呢 也就意味着HE的结局 那么如果是断桥呢 则意味着感情的分手点或者是决裂点 那么这个镜头语言的运用呢 也让博主非常肯定了这个happy adding的结局 第四点 在第十五集中呢 美珍和居先生有一句台词对话 美珍对居先生说12次 以后你的绰号就叫12次 每次见面你都会修改心意12次 然后居先生的台词是 太小看我了 是几百万次 那么这句台词的幕后故事 大家看懂了吗 其实这句话是在说 居先生在离开山谱的三年中 曾有很多次想回去找美珍 但是害怕自己的复杂场所的工作性质 会威胁到美珍的安全 所以他一次次打消了去找美珍的念头 直到三年后的某一天 于是他终于联系上了美珍 那么这句短短的五个字的台词 蕴藏了修先生对美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爱 第五点 在第十五集中修先生在对美珍的表白中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曾经非常喜欢你 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我现在非常喜欢你 因为修先生自认识美珍以来 他从来不敢幻想自己今后的生活 他只是谈现在 因为他对未来有无法预知的恐惧 但是认识美珍之后呢 他开始考虑未来了 他说自己有可能会突然一夜之间财富清零 然后会落魄到睡在首尔站 那么这就是他考虑未来的一点 同时他也说自己可能将来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会变成一个史上最渣的王八蛋 所以他请美珍记住 现在的自己 现在的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脸美珍 第六点在第十三集中 修先生拿到了连美珍的最新的手机号码 这个手机号码开头是010 最后的四位数字0303是美珍妈妈的生日 你们看懂了吗 第七点在第十五集中 修先生给美珍买手套 那么赴完账结束的时候 修先生说的是一句中文 谢谢 编剧的这个良苦用心 获得了整个亚洲影迷疯狂的喜爱 在此我也向全球的亚洲观众朋友 安利这部剧 真的是一部非常有哲学高度的韩剧 第八点 在第十五集中 美珍给修先生家里买了一台小暖炉 那么在冰冷的世界里面增添了暖炉 那么这一点就代表了爱情温度在升温 同时呢 它会有好的走向 第九点 在大结局的第十六集中呢 修先生拎着钱坐电梯的时候呢 碰到了一个按电梯的小女孩 那么这个小女孩按下电梯的秒数是整整七秒钟 你们注意到了吗 所以美珍的话全部刻进了修先生的灵魂中 他一点一点在做改变 而且是向好的地方改变 同时我也想说 在第十三集中出现了一个一岁的小孩 在第十六集中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那么这些小孩呢 不会凭空无故的出现 它是代表寓意的 那么小孩呢 也代表了希望 同时呢 也代表了他们爱情的happy adding的结局 第十点 美珍说要把一岁的修先生背在背上 那么大结局中 远离酒精的修先生应该是得到重生了 既然是重生的话 那么修先生也就刚刚只有一岁 或者是不满一岁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 两个人的结局 还是一个happy adding的结局 第十一点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部韩剧的主打歌曲叫做希望我们能在一起 那么从这一点上再次印证了博主的判断 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编剧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暗喻 如果能看懂这部有哲学高度的韩剧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解放 最后说一下这部韩剧的两个穿帮之处 在此声明指出瑕疵并不代表吹毛求刺 反而代表了博主对这部韩剧的超甜喜爱 请大家不要误会 第一处 在第十三集的后半部分 在公司上班的连美珍突然在电脑上 收到了陌生人的讯息 对方说 我从刚才就在等你了 你快出来 我好想你 这个时候的连美珍已经意识到 这是修先生的信息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连美珍还是长发 还在原公司上班 但是当天下午 修先生就去了两人曾经约会的唐伟站 等他下班 紧接着从下午等到了晚上 都没有等到连美珍 随后他就去了美珍父亲家 于是知道了一系列的变故 最终他拿到了连美珍的新的电话号码 紧接着一晚上宿醉的修先生 在第二天早上一扫往日的阴霾 他刚起床 就用精神的面貌给连美珍打了一个电话 要求见面 这里显然是一天一夜内发生的事情 所以美珍的头发不可能在一晚上就从长发变短发了 他也不可能昨天还在老公司上班 第二天就辞职去了新公司 因为我们看到他跟修先生在拱桥重逢之后 他显然是换了一家新公司 所以这一点显然是编剧疏忽了 那么第二点在第15集中 修先生和美珍在拱桥相逢 那么在两人的对话中美珍问修先生 你什么时候去过我家 修先生回答几天前 那么这句台词显然是错了 他应该回答昨天晚上 综上所述呢 侠不掩欲 这部现象局的韩剧 还是在我心中拥有超高的地位 我希望这部剧可以一遍一遍的重播 也希望那些曾经不如意的人 可以得到生活的馈赠 真正的解放自己 还希望孙希九和金志源 可以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 我超期待 最后请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呢 一定要点击订阅 转发 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